新聞介紹來看的是藝文後面的消息 《救世色2.0》 嘉義大學蘇星五人創作人電 想要基本記者會 作品主要講求的應該對 生命的體驗和專門 電動對今天到四個月二十九號 在嘉義起的就是川 五好參考來電視 《救世色2.0》是由謝祺昌 迫屬頂五人用古幼色彩和基卡 創作出新的觀點 展現出作品的構思 以新的角度來探討社會議題 嘉義起文法局局長暗面才表示 這次展出在後創作這個公園 對生命的體驗以外 以為生活中安心到社會 醫生的角度中心看這個生活 歡迎民眾從這裡去 來告嘉義起替道藝術傳 欣賞這個藝術燈 透過嘉義大學謝祺昌 謝教授 他們獨特的眼光 用比較後現代的一個表現方式 來呈現說他們看世界的角度 跟不同的觀感 所以說到即日起到四月二十七號 希望各位嘉義式的好朋友 一起出來享受好天氣 好時光 還有鐵道藝術村悠閒的氣息 各位嘉義式雖然是主觀 但美的進化是隨著空間來專門團行 你救世社2.0的創作 始終贏對生命的體驗 由不一樣的角度去應變 自己的思想形成的過程 就出來歡迎自己心裡的感情 來引起人群對美的共鳴 救世社2.0 人本由這裡去告四月底 在嘉義替道藝術傳 五好城口頂上 歡迎民眾多多全翁關上 生意心目中 賣王秀選家的七彩鳳報道 在省心目中